這幾天晴時多雲天氣 28號晚上開始要變天了 由於東北風增強 迎封面東半部容易會有局部短暫雨發生 而星期四冷空氣開始南下 星期五最強 花東地區最低溫度會來到20度 日夜溫差大 建議民眾出門要天真衣物還有攜帶雨具 這幾天晴時多雲的好天氣暫時告一段落 28日周三晚上開始受東北風影響 周四冷空氣南下 一直到周六清晨 溫度將明顯轉涼轉冷 花東地區也會伴隨局部短暫雨的發生 282930這三天整個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淫風面這邊會下雨 但是這一波的水氣是相對少的 但是因為我們在花蓮在淫風面上 所以基本上還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溫度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溫度的情形 在今天開始晚上開始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花蓮的 這幾天的溫度在28 29 30之間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等壓線是比較密的 然後它的影響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高溫大概就會下降到 持續下降啦 然後我們高溫最低的時候 大概在25度的情形 然後在低溫 早晚大概就有可能到20度的一個情形 然後慢慢的高壓出海以後 我們大概就是溫度又開始回升 然後到1號2號的時候 大概因為受到另外一波封面的影響 溫度又會下降一點點 不過後面這一個看起來 溫度下降沒有像這一波這麼強 週六白天起之週日 東北風減落 氣溫回升 各地大多維多雲稻晴 秋高氣爽的天氣 請東半部地區有局部短暫雨 朝晚日夜溫差大 建議民眾出門適時增添衣物 攜帶雨具 接著想幫燕華臨時報導